印度警方星期五表示 驅壓了一家建築公司的5名負責人 這家公司在印度東部城市 加以各答正在建造一座納礁橋 星期四是塔嵌 造成了至少23人死亡 80多人重傷 警方說已經以刑事殺人罪 對這家建築公司立案 救援行動繼續撤夜進行 不過有關人當局表示 目前救援工作的重點轉向了尋找屍體 細孟格拉邦災害管理部長賈維德表示 鑑於有大量的傷源 因此死亡人數預計還會上升 建橋的工人星期四 是曉足找刑土的時候 位於一條繁王街道上的 100米長的橋樑部分突然撤陷